的功能大概就会把它修在这边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这些 有几个地方可能还可以再多了解的 包含什么呢? 特别是以像这个range 的 A1到L2500 实际上 如果我们要向下追踪 变成说就是追踪2500 不过有的时候可能这个L栏 你会不会也有增加或减少的状况发生 如果有的话 变成说你是不是要追踪两个方 一个是向下一个向右 那其实颇麻烦 所以我这边顺便跟各位分享另外一个用法 就是在range 里面 其实它有另外一种写法 可以让你自动追踪那个范围 意思是说有点像什么 你游标如果放在A1 它会自动什么 自动有点像Ctrl-Shift 向右向下 自动追踪全部了 只需要用到那个什么 range 里面的某一个属性就可以了 那个属性怎么用?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第一个 我们先把序子先拿掉 因为如果序子加前面 它有些方法它不会出现 它属性跟方法不会出现 这个地方你可以只要用A1就可以了 有点像我把游标放在A1上面 然后你把它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的话 如果我想知道说从A1延伸出去的 那个目前的整个范围在哪里的话 那它有个方法 目前的 目前的话就是 那个什么 在英文名 英文要知道 目前的叫Current 所以就打个C CU 有没有 有没有发现Current 这个时候的话它会出现Current 目前的范围 哪一个? Current Ratual 目前的范围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 应该可以理解吧 Current Ratual 其实Ratual 类似也是一个范围 一个区域 那就是那个区域 指的就是从A1延伸出去的那个区域 前面是有资料的那个范围的资料 有没有 所以这个 那你就直接把它点两下 从A1延伸出去那个范围 后面的话就 一样是点Auto Filter 所以你会发现 那个范围后面一样会有Auto Filter 所以等于就是说你可以用 刚刚本来是写Ratual 这个固定的范围 A1到L2500 你可以把它改写成这样子 Ratual A1.Current Ratual 但是记得前面要把序值补上 因为之所以我刚刚把它删掉 因为如果你加了这个 它就不提示了 所以我之前讲过 那底下的话一样 你可以怎么办 把Ratual A1 这样这个点Current Ratio 直接就把它贴到那个把它贴上 用来取代刚刚的A1到L2500 然后就把它贴上就可以了 这样子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那有什么差别 其他还有没有 这个还蛮好用的 本来是Ratual A1 冒后L2500 现在变成Ratual A1 电Current Ratio 这个其实非常的好用 为什么 因为就不用再去管它哪个范围 它会自己抓 OK 然后就按F8 我竹方跑给各位看 先新增一个重新命名 你会发现到底会不会成功 按F8 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切过来 看一下 有没有 它其实抓的范围应该是没错 然后再把它什么 切回来 特别之后你在那个 按钮切的时候接它切回来 否则你那个范围会错误 空过来看对不对 没错 然后自动调整栏宽 菜头的资料应该就出来了 其他都一样 最后呢 再把那个范围加一个Auto Filter 它资料看一下 菜头 小咪 小张 应该都没有错 切回来的话呢 筛选也恢复了 OK 大概是这样 多一个 等于是把刚刚那个范围不确定 把它改成这样子 它就会自动去帮你追踪了 最后这一行Auto Filter 跟上面这一行最大不一样 上面这一行是要查 所以会给条件 给哪一栏的条件 那这个取消的话呢 就是后面没有哪一栏也没有条件 那就是取消筛选 那你如果不加这个Auto Filter 它变成说 它就会有那个刚刚查过的 那个筛选条件会在上面 所以这看起来会比较不OK 好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第一个可以把范围稍微做个修改 让你将来就不用特别去追踪了 第二个的话呢 再来我们要把这个工作表删除 删除方法前面讲过了 删除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一样了吧 这个地方 那第一个啦 倒过来删还记得吧 for i 等于什么 等于那个最后面的工作表 叫什么 sheets 然后呢 sheets.com 最后 那这个得到的话 应该就是六个加一个 七个嘛 七到 第二个 你不要三到 只剩一个就对了 后面记得一定要加个step -1 越来越少 enter两下 打一个nest 然后在这里的话 你就跟他讲说 我那个sheet 我那个工作表 哪一个呢 第二个工作表 帮我怎么样 帮我点delete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就一个一个删掉了 那我前面讲过了 如果你旧的版本 可能他再补一下 就是把那个displace run把它关掉 所以application application. 叫什么 displace run dis 等于 force 然后再到 底下这个地方 记得了 再把它打开一下 这个 等于 true ok 好 那 这个application很重要 application 它可以 除了可以关掉那个displace run之外 它还可以关掉很多东西 像刚刚有同学问到说 那个 excel能不能计算时间 时间到做什么事 其实可以 application里面有个方法 叫什么方法 叫 点 点 on time 方法 on ti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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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可以理解 至于那个细节 自己可以踹踹看 有些东西其实 刚开始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就用 怎么讲 用推的 因为它其实有些东西 有些的属性 跟它的方法名称 其实都还蛮直觉的 ok 所以on time 如果不太清楚的话 你可以按F1去查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删除 所以做出来的话就是 这个可以产生我们要的结果 然后再把它批示删除 ok 只是说呢 最后的话 做完之后应该是ok了 可是就有同学会 会又问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按下这个的时候 分割工作表筛选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 它其实有那个什么 画面一直不断在变动 而且会闪动 其实在新的版本好像还好 旧的版本闪得更厉害 会感觉闪得有点眼睛花花的这样 所以有看到那个吗 所以就有同学说 老师可不可以 这个闪动这个效果 因为它只要是add 新增工作表 或者放筛选资料的时候 复制的时候 那它就会有一个闪动的这个效果 所以他就说 那可不可以不要让它闪动 尤其是 那个工作表越多的时候 那闪的就越频繁 频率越高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最后如果我今天希望 当我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不要闪动的话 那其实一样的道理 如果不要闪动的话 你可以想想看 因为管理一定也是application 然后画面的话 画面叫screen 所以你不用特别去背 你就是screen打一个s就出来了 叫什么screenupdating updating updating 更新 画面要不要更新 所以你打一个等号 要不要 不要 不要的意思是说 我在跑程式的时候 你那个画面不要一直帮我 改变它上面的这个结果出来 最后一次再整个给我就好了 这样子 不过建议 如果你加低行的话 请你在最后一行 请你怎么样 记得一定要把它再打开 不然的话以后 那个该更新的都不更新的 那你可能e-sale就变得怪怪的 怎么好像有一些效果 怎么都没出来 但它就跑完了 感觉好像是壞掉的感觉 其实不是 是被关掉 OK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application.screenupdating 关掉 最后记得打开 那有什么差别 我们来看一下 我批示删除 这个先把它删掉 就的 再 跑一次看看 有没有 有没有 发现 画面完全没跟 有没有 没变动 只有看到这个地方 有我们的结果 有没有 应该看出来差异吧 按下去 有了 出现了 有没有 就不会像画面这样跑很久 这个的好处就是跟各位讲 如果说 第一个它不会画面被 那个闪动之外 另外 执行的效率 会比较快 为什么 因为它不用去处理 那个画面要更新的 CPU的速度 就把时间 就花在运算当中 而不是花在 我们要画画面的这个部分 所以 试过甚至 可以快到至少提升 30%以上的速度 OK 而且感觉会比较流畅一些 你会把人家按下去 这样出来 比较合理吧 不会说好像画面在那边跳动 那感觉就不太舒服 OK 所以 请各位试试看 刚刚主要几个重点 第一个 请你把那个范围 改成 用RangeA1.CurrentRegion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删除工作表 并且关闭那个Displacement 最后的话再关闭那个我们 就是筛选之后的那个画面更新的部分 画面还给各位 试一下 OK OK Carol